大家好 我是陳兵華 一開場就用閩南語問候 中國國台辦新任發言人陳兵華 13號的記者會處女秀 恐怕讓台灣人看了只搖頭 各位親愛的台灣鄉親 四大 今天今天晚上 想用閩南語擺乾淨 但發音卻怎麼聽怎麼怪 今天晚上晚上晚上 儘管有二十年媒體經驗 但陳兵華顯然對中國國台辦的 劇本不是很熟悉 短短十二秒 照本宣科的城牆爛調 陳兵華卻低頭看稿了五次 陳兵華自信滿滿 不怕閩南語被說不道地 也要秀幾句 實在是有難言之隱 因為另一位發言人朱鳳蓮 不時就開啟中文閩南語 客家化三聲道 就怕新人哩哩哩哩哩的閩南語 替統戰效果打折 福建十二號拋出會台政策 兩岸一家親 閩台親上親的社會氛圍更加濃厚 當中各項政策鼓勵台灣人 在福建買房開業 但如今中國房市低迷 青年失業率攀升 會台政策等於是挖坑 給台灣人跳 台灣選舉漸漸逼近 中國統戰手段 看來只會多 不會少 希望找那個通報 三千文上都報導 觀看